134 東方日報 孤空機構追擊中國天然氣 2015年7月15日產經 B02證監會去年底首度對孤空機構採取行動 為未能阻止孤空機構繼續追擊港股 當中格勞克斯研究Glocas Research昨日發表報告 追擊中國天然氣00931 公司昨日下午宣布暫時停牌 晚上發表通告指正準備一份澎清公告 股份將繼續停牌至另行通知 中國天然氣發通告指續停牌至另行通知 陶為主席簡志堅 格勞克斯對中國天然氣提出多項質疑 當中包括公司股值水平 揚言股價只值0.08元 建議強烈沽售 股價倒跌1.3%後停牌受到消息影響 昨日中國天然氣高開1.35%後 一度倒跌2.03% 停牌前跌幅縮窄至1.35% 報1.46元 中國天然氣主席簡志堅回應本部查詢時表示 格勞克斯報告內的資料並不是事實 完全是抹黑公司以及他本人 更說 希望他 補倉補到副都日 昨晚公司發表通告 表示正在準備一份澎清公告 澎清及回應格勞克斯針對公司的指控 股份會繼續停牌至另行通知 今次是格勞克斯今年內追擊的第二隻港股 今年2月至4月期間 格勞克斯增三度發表報告追擊豪澤淨水0.2014 此外 另一家沽空機構的名分析 上月增發表報告追擊於太宗採00555 證監會去年底增經就香園Citron Research2012年中發表報告追擊 D.J.地產03333 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展開針對香園創辦人Andrew Left 的言訊程序 質疑報告再有虛假以及具誤導性的資料 市場原以為股空機構會收斂,但追擊事件仍然陸續有來